Hello大家好,我们Windows电脑右下角任务栏里面的时间日期显示,默认是不显示星期几的,因此有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今天是星期几的话,非常的不方便,不直观。 那么接下来我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设置,然后让星期几显示在我们的年月日旁边。 接下来教大家操作,我们首先把鼠标悬停在这个时间日期上面,然后右键,选择调整日期时间。 然后再点日期时间区域格式设置,再点其他日期时间区域设置,然后点更改日期时间或数字格式,点一下,点其他设置,再点日期。 我们找到日期格式短日期,然后在这个后面输个空格,然后输四个D,点应用看一下,看到了吗? 这边星期六就显示出来了,然后我们取消一个D,三个D,它就会显示为周六。 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周六或者星期六放在这个年月日前面,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我们在这个YYY前面输入DDP,好,打个空格。 看到了吗?现在是显示为周六,那我们同理再打一个D,它就会显示是星期六。 好的,大家注意一下,这里四个D是显示星期几,然后三个D是显示周几。 大家一定不要弄错了,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就好。 好的,非常的简单,大家自己按照这个步骤设置一下就好了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